全油管最快新闻播报据报道,全球最大的代工电子制造商富士康宣布退出与印度金属石油集团维丹塔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计划,给印度总理莫迪的芯片制造计划带来了重大打击。 去年,富士康和维丹塔签署了协议,计划在莫迪的家乡建立半导体和显示器生产工厂。 富士康表示,他们与维丹塔合作超过一年,但已决定结束此次合作,并将自己的名称从合资公司中删除。 莫迪将芯片制造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但这一举动对他的雄心壮志构成了打击。 印度政府希望吸引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本地制造芯片,但项目进展缓慢。 印度半导体市场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630亿美元。 点评,富士康退出印度半导体合资计划,对印度芯片制造计划是一次挫折。 半导体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对于印度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虽然莫迪政府吸引了多家企业的申请,但面临着合作进展缓慢和合资股份分配等问题。 印度政府需要继续努力吸引外资,推动本土芯片制造发展,以实现其经济战略的目标。 关注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